坐電梯的時候啊 看過什麼最尷尬的事情 可能看到有人就是突然抬起來這樣 情侶然後就有充滿 啊他們在幹嘛 就是在壞壞啊 歡迎收看鬧邊出任務 我是嚕嚕 你訂閱酷比鬧大學的頻道了嗎 給你3秒鐘321 好我相信你應該訂閱了 今天出任務要來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來問問看大學生 當你搭電梯的時候 遇到最尷尬的事情 例如呢你會看到非常害羞的畫面 或者是你進去有很多神奇的味道 可能是香水味啊 還是嗯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問問看大學生 他們的看法啦 走吧 你們搭電梯的次數高嗎 很高 你不高 那你平常上課都爬樓梯 有 那你會從幾樓搭到幾樓 一樓搭二樓 那你為什麼不上 300以上才會搭電梯 我們都三次 我們是同一班 那你是好朋友囉 算了 算了 怎樣怎樣 給你深深 大意啊 我剛認識水 目前是好朋友 以後也會試啊 以後也會試 好好好 不慘 可是因為我住八樓 所以我每晚都會搭 那你就是每天搭啊 好啦 平常搭電梯的時候 一個人都在做什麼 挖鼻孔 挖多深啊 看它在哪裡 有挖到哪裡 你是用哪一隻手挖 這一隻 你怎麼會記得 通常都是這一隻 如果還沒有準備好 你就會可以照鏡子 整理一下頭髮 就是看一下自己今天多帥這樣子 對 滑手機吧 就滑手機 因為有攝影機 欸你直接看喔 我們在店裡面做一點奇怪的事情 那你呢 看看自己那天穿什麼 會拍照嗎 偶爾 偶爾就很長對不對 滑手機吧 裡面明明沒訊號 為什麼你要滑手機 不會啊 我的手機就收到訊號 真的假的 就是聽歌啊 可能就跟著唱著 因為都是沒有人 多大聲 就小聲小聲唱 整理一下的思惠啊 看頭髮沒有亂亂 就整理一下 照鏡子 照鏡子啊 欸女生都會這樣子 巴呆吧 電梯如果沒有鏡子怎麼辦 滑手機 巴呆 巴呆 現在還是需要鏡子好了 照鏡子 那如果今天遇到一個電梯沒有鏡子呢 滑手機 也不會做些其他的事情 唱歌 噴一下吧 很多反恐 不然就是觀察一下電梯裡面的情況 每到一個環境裡面 我都會開始觀察 這個環境要怎麼逃生 喔哇 那你看就是 那你那個 好像可以掀開 那你有去掀過嗎 沒有 碰不到 你剛剛說你有遇過什麼鬼故事啊 就是有人說 家裡只有B3而已 然後大一大打到B6 打不回來 發現自己作惡夢 巴 可惡不是 這是冷笑話嗎 一個人搭電梯的時候 有做些什麼事情 看鏡子 真粒頭髮吧 滑手機吧 滑手機 對啊在電梯沒網路 你又說要滑手機 不是覺得拿出來 啊沒網路然後還是刷新刷新刷新 差不多 那你有沒有在電梯中 做過你一個人 不想被發現的事情 挖鼻孔 那有被發現過嗎 現在被發現好了 想說屁股一樣 快偷偷抓一下 開腳踏然後偷偷抓一下 手伸到褲子裡面抓 啊你會出來吻一下味道嗎 不會 跟自己對話吧 然後時間做不出來 直掰 喔 偷偷抱怨 跟自己對話講 那一半有人進來 喔當然有 大家兩個都開始裝傻 你知道金子是拍嗎 會 拍一下要打卡這樣 自己收藏自己拍的 喔 不會PO一下現實嗎 今天的穿搭不錯 好像很致電一樣 反正你已經照鏡子了 就很致電了吧 好啦好啦 例如說女生可能會 搶內衣之類的 或是 那個會 差不多 然後就會躲那個警衛的鏡頭 欸至少你會躲耶 我完全不知道有警衛這件事情 是嗎 會挑衣服 然後還有 牙子 牙狗 不會 接牙對不對 而且又是戴牙套 所以你會很注重 到底有沒有卡東西 坐電梯的時候啊 看過什麼最尷尬的事情 可能看到有人就是 突然抬起來這樣 情侶然後就衝 啊他們在幹嘛 我不知道 你大概也知道吧 那你覺得他在幹嘛 是在壞壞啊 大概就是 情侶在裡面很親熱 親熱到什麼地步 打 所以在那邊就是 很尷尬 整室在角落 所以你還是進去了 對啊還是進去啦 因為沒有那個 有其他的啦 可是不知道那是不是他朋友 就也是不講話 在那邊有發生氣 好傻眼喔 他真的是很open欸 對對對 這整個被嚇到 情侶在親親的時候 然後我站在旁邊就很尷尬 你說你已經站在旁邊 然後他們突然親起來 對啊 然後我一個人在旁邊 有啊就很 就很 我真的是很open 我們打開最慢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尷尬 那你有沒有遇過 電梯站進去 然後逼超重這樣 喔有 有喔 你這麼瘦還會有 我就很滿啊 我就出來 所以翻車你會想什麼 我就想 怎麼會是我 可能假設我要到七樓好了 因為我按六樓 然後我就六樓走出去 然後又再走進來 然後我就覺得偏尷尬 那在想什麼 我現在就覺得 反正 尷尬就意思了嘛 反正他也是認識我 喔 應該是這樣 就被關在裡面 為什麼被關在裡面 就是電梯可能突然秀抖 去11樓 就上升到六樓的時候 那個螢幕全部都黑掉 電梯就開始往下降 然後就覺得擦賽 人生跑馬燈就對了 對對對對對 大概三分鐘吧 他就慢慢降回去一樓 他才會讓我出去 他就到一樓 然後就打開門 讓你出去了 對 哎呦 這靈異事件吧 對 我很怕他會突然斷掉 或什麼 好可怕 那你呢 可能有 情侶跟洛洛洛包包就這樣了吧 所以就變成兩個世界就對了 呃 對啊 你就不看到他 他們不看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碰到討厭的人 哦 那你那時候有沒有進去 他一直回就 裝作不認識 或者是香過頭的味道 哦有 那種那個 中年婦女那個 笑容太濃 你說明星話入神 那種那個吧 你不知道有什麼尷尬的事情? 沒有吧 可是主要是我在電梯裡面唱歌 然後都沒人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遇到別人 然後就有點尷尬 就是你唱得很開心 然後剛好打開門那個人看著你這樣 電梯就是你的包廂 下次我要試試看 其實那個很明顯 比如說你在三樓唱歌 其實五樓六樓都聽得懂 對啊就是你在門口其實都聽得到 就是我在電梯裡面唱歌 那你有聽過在電梯裡面唱歌還是 聽過我弟從樓下倒到車上 然後很大聲在那邊唱歌 然後在那邊等電梯就 我就覺得聽得到這樣 還好不是別人 你以後還敢在電梯唱歌嗎 不敢 我忘記了 有沒有人剛好進來呢 大家都認識所以就還好 他怎麼知道是你 有聲音 對啊然後大家全部轉頭看我 成那種的聲音嗎 成像這樣 就忍不住了 我真的遇到一個男的 就把衣服掀起來看自己腹肌 喔真的喔 面對牆壁有點尷尬 好像在做Breaking吧 就是他在那邊做地板動作啊 真的啊 那個電梯還好耶 他超High的耶 他就打開電梯門 然後我們會關起來 真的真的是神人耶 今天訪問完到這邊啦 一個人搭電梯的時候啊 大家普遍一進電梯就是會 找鏡子 蠻多人也說是滑手甲 明明電梯裡沒有訊號啊 狂重新整理 然後整理到到到達樓層才有訊號 這也蠻妙的 還有啊 情侶為什麼這麼喜歡在電梯裡垃圾咧 為什麼 一定要讓大家看到嗎 這種事情不是就是需要在隱密的地方啊 車床啊 房間裡做的事情啊 所以我覺得這蠻妙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在電梯中呢 有遇到什麼尷尬的事情啊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不要忘記繼續訂閱隆隆的個人頻道 還有哭皮鬧大學 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啦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歡迎收看 一個月大概可以賺多少錢 我只賺五千 也沒有很認真愛工作啦 其實一個月大概是在兩天吧 一個月三萬 這個時候一個人只有十二小時 就他吵死了 他已經迴反老幾個 這可以播 有老健保嗎 也沒有 有提供便 啊啊啊啊啊啊啊